因为以前的关系民众通常都没想要触摸路由 台南有过来的经典和趋势 比重用的为经济的经典 新华好逃避风景区为了应接人家 特别在问候设置了地围形的领寒感控系统 希望可以有好控制浪索 保护有可安全 这次因应武汉肺炎的这个关系 在这个各个经典都需要做好逢后的动作 在新华好逃避风景区 现在主要说领导要定期 并且是全部打口罩参观以外 其实新华好逃避风景区的领寒设备 就让友好来统计航区里面的因素 那我们五一连假这一次 有做一个智慧侦测系统 就是说要去做人流的管控 我们的前门停车场跟北车停车场 有大概250个车位 那所以入源管控 我们是控管在150部 那这样的换算下来 大概我们400个车位 大概可以到1200至1600个人次 那目前我们是用智慧侦测系统 来做一个侦测 就是可以针对人流跟车流来换算 这样的人次 进来的跟出去的会去扣抵 针对基础一种要到来的三天连家 台南有很多的金点 都比中央日理了金时的地点 不过其实只要美国的民众 都开始做好方法 在加上海航空库的观察 相信还是可以安心来出油 不必要做成太多的恐慌 也是可以为金典的风雨期间 来和和阿邦赏一下 基础可加民情话哭彩红薄的